请问你不娶美女做老婆是什么原因 我怕成为五大郎 请问女人为何年龄越大越漏肩 因为老金巨华 请问大师结婚的时候为什么要三败呢 结婚之前自己赚钱自己花翻天覆地的败价 所以叫一败天地 结婚之后自己的钱不够花了 还要啃父母 所以叫二败高堂 娶个媳妇比自己还败家 所以叫夫妻对败 大师我最近发现我脱发特别厉害 您看这是个什么兆头 急兆 是吗 还请大师明示 未来你可以省很多洗发水了 我找到男朋友了 是吗 我太高兴了 你高兴什么呀 我受到了鼓舞 什么意思啊 连你这样的都有人要 我还有什么理由自卑呢 你是什么大师啊 算得一点都不准 此话怎讲 你说我今天买彩票能中大奖 害得我买了五百块钱的彩票 一分钱都没中 不可能 我算的绝对准 哎 你今天早上吃的什么呀 知识蛋糕 啊 那就对了 什么就对了 知识改变命运 为何你家里人会反对你谈的女朋友呢 因为女朋友有点大 大多少呢 大我妈三岁 哎呦 男人怕寂寞 女人怕孤独 当寂寞遇上孤独 全都是满足 谈什么情 说什么爱 全都是合作愉快 哎呦 哎老公 如果有人花一千万买我 你卖不卖 谁呀 他眼瞎呀 你别管是谁 你就说你卖不卖吧 不卖 嗯 这还差不多 没良心的钱我可不要 他要生宝宝了 孩子是双宝胎 麻烦大师给取个名字 如果是个龙凤胎 叫什么 清风明月 那要生两个姑娘呢 清国清城 生两个儿子呢 倾家荡产 哎呦 你妈 请问你的优点是什么 我爸叫我优质点 哎呦 你妈 请问你是喜欢手小的 还是手大的女生 手小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三脸没那么疼 哎呦 你妈 好不好 好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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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